往年春节之后 上海的楼市都会发生一些巨变 价格突然之间上涨 我有好几次都是这样 因为春节出去玩 玩回来以后突然发现 这个房价涨起来了 那1月上海新建的商品住宅面积成交96.4万平米 环比是减少了4.1% 基于成交结构向中高端的改善产品倾斜 所以均价是回升的 为70752元每平米 环比上涨1.9% 那现在目前上海有十个区 六个区的均价已经超过十万了 分别是黄埔虹口 静安阳埔徐汇和普陀 那其实上海的目前来看 这个商品房的成交状况 新房成交是蛮多的 那价格也是基本上 一个是十万级别的 一个是五万级别的 那低于五万的很少很少 你比方说在建发西河府宝山的 还有家定的月秀宝利 家月云上都在四万七到四万九之间 那其他房的房销售额都已经逐渐在十万附近接近了 所以新房如此的价格呢 那自然一些二手房的价格也不会往下跳 所以在上海来讲 真的不要唱衰上海的房地产 上海的房子 这个均价应该是会逐渐的上升的 而现在利率降低 很多人都着急赶紧还房贷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未来这个房地产的金融市场会相对比较宽松 所以房价上涨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情况